大家好,我是Rite H&M的Sales Consultant Daryl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比较特别丽练的车 是我们这个小型SUV,它名字叫做Kona 然后这台车是一个Special Edition,叫做Aron Man Edition 从这个机顶盖可以看到它有一个Marvel的标志 就是这台车是为这个Marvel Fans所打造的 然后现在近期也出了新电影,Avenger 4 这台车就是跟着电影一起出来的 所以它会Aron Man的脸的这个标志 然后包括这个颜色都在这个旅客军的轮签上 然后这边侧边也会有Aron Man的一个脸部的标志 然后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门打开下面有一个LAM 它是有Aron Man的这个灯在这边的 然后在晚上的话会非常的好看 这台车搭载了一个1.6升Turbo的一个引擎 然后包括这个后边它会有Aron Man的这个标志 然后就是它的后备箱 然后包括这些设计都是比较科技化的一个东西 对,看起来比较酷 然后所有的灯都是LED 加了一些比如说红色的这个C-Bell之类的 都是Aron Man的颜色 它的座椅上会有这个Tony Stark的这个脸 这个Aron Man的脸 然后包括这里它的那个gear bar上面也会有一些标志 在副驾的大师那边有一个Tony Stark的签 开在路上你是绝对不会有时候给人撞车的 就这样 价位多少呢? 它大概它的drive away price include on-road cost 所有的加在一起是四万四左右 如果澳洲汽车杂志读者来的话 可不可以稍微优惠一点点 这个这个台车是不允许优惠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杂志介绍过来的人的话 我会look after 所以 我们看到了一棚里 那么它是这个20点 这点不明显 一会儿的隔楼 是最后的隔楼 记者基地长